看起來 衛拳的打者 喔 破功了 破功了 四局的完全比賽 補局上半被劉激洪給打破了 正要說這種 這個內高外低的一個配球方式 看起來衛拳幾位強打者或是拉打者 就是球棒有點由下而上 好像一直抓不到好的一個攻擊位置點 那這個球看起來 我只能說這個球掉得不夠低 他在被打中位置 剛好在這個腰帶 腰帶左右 一個獅頭球 這會被 球會被背景吃掉 沒錯 這球在二壘方向 拋給一壘陳庸基 兩出局 劉激洪上到 看看這一顆 穿過去 右邊方向的平飛安打 現在讓劉激洪回到本來 沒想到這個突破點就出現在五局上半 從劉激洪的安打開始 沒想到現在讓衛拳 率先攻下第一分 前四個半局 靜悄悄的衛拳在這個打線 在第五局得到一個突破口 劉激洪這個率先安打 上了 一出局之後的一個打法 也算是有推進到 雷上的這個 劉激洪來到德林圈 那蔣少宏這個 我們剛才在講 你球數落後 就是你 是這個被動的 真的 一定要把球投進去 那這個球 雖然是角度也投得蠻瞪轉 比較偏低 但是蔣少宏在前面的壞球 這些的時候